同學好,我們看到103學測第六題 某疾病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類占70% 所以第二類應該是占30% 我們先用書狀圖畫下來 其中第一類可藉由藥物A治療 每一次療程的成功率為70% 所以失敗的機率應該是30% 而且每一次療程的成功與否互相獨立 其餘為第二類 藥物A治療完全無效 所以失敗的機率是100% 現在我們在第一次的療程之後 接著進行第二次的療程 因為第一類的疾病 每一次療程的成功與否互相獨立 所以第一類疾病在第一次失敗的情況下 第二次成功治療的機率仍然是70% 失敗的機率仍然是30% 而第二類疾病因為藥物A治療方式完全無效 所以第二次失敗的機率還是100% 題目問 在不知道此患者所罹患疾病的類型 並用藥物A在第一次療程失敗的情況下 進行第二次療程成功的條件機率最接近下給哪個選項 那我們就去假設T是第二次療程成功的事件 S是第一次療程失敗的事件 那所求就是這一個條件機率 就是在第一次療程失敗的情況下呢 第二次療程成功的機率 所以我們只要在第一次療程失敗的情況下討論就可以了 分母就放第一次療程失敗的機率 所以是0.7乘0.3加上0.3乘上1 分子就放第一次療程失敗 而且第二次成功的機率 所以是0.7乘0.3再乘上0.7 化減一下 可以得到大約等於0.288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B